你現在生活裡 你最主要的是什麼 我目前生活裡最主要的工作 什麼工作 我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 錄節目 錄節目 錄節目還是任務 一半一半吧 我是覺得我還沒有找到那個 對 這是對的 你還沒有找到 對 我還沒有找到那個 願意奉獻一生的那個 對 其實他問的問題讓我挺羞愧的 他一問吧 就是一機靈的那種感覺 哎呀我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就天上那麼多星星 你還沒有找到你的那個星 到底是什麼 不要緊 想找嗎 想找 對再找 更新找 嗯 所以都不要固定 我覺得你不一定是在脫口秀方面 還有別的可能 對呀 對呀 就要尋找 你想達到什麼樣的人生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要是你要成為你自己的歷史 曾經想過 但因為沒有想出答案 就沒有再繼續想 既然又被他提出了 可能在我這個時間節點上 可能真的得開始想這些問題 但也有可能想不清楚 但是開始想了就行呗 大家好 我是烈琪 這些年輕的面孔 我已經 很久沒有見過這麼年輕的人了 今天是我的一個打辯會 名字叫做 李雪芹的成人世界打辯會 可能很多人非常地好奇 就為啥會有這麼一個打辯會 因為前一陣子很多網友就喊我 咔咔回答一堆問題 包括高考 大學 結婚 買房等等 那各種人生大事都有 我也不知道為啥就這麼信任我 很多事我也沒有經歷過 而且我從小我就是一個問題少女 我自己的人生也沒過明白 完了我現在就得給別人指引方向了 我就覺得 我很惶恐 但是呢 我的合作夥伴知乎 也是我的前公司 我之前也是知乎的員工 所以他們也非常的 愛我 他們嚴格秉承著自己的slogan 有問題就會有答案 然後就跟我說了 說不能讓這些問題 它得不到解答 尤其是呢 高考剛剛結束不久 很多年輕的朋友們 正在面臨著一些 重要的人生選擇 那我呢 我扒了一圈我身邊朋友們 我們竭盡我們的所能吧 給大家提一點微小的建議 然後看看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也可以再去知乎上搜這些問題 那上面有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思路提供給你們 我聽說今天來現場的 這些觀眾朋友都是高中生 我站在這兒 我顯得我老氣很糾呢 我還穿一身黑 不會是吧 哎呀 你們可真會聊天 現在的高中生真行 女神 謝謝你 哎呀 哎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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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一下我女神在哪裡 有內涵 有內涵 我教你啊 弟弟 一個女孩問你 我優秀在 你說你有內涵 未必讓她感到多高興 我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大家在入場的時候呢 已經回答了很多問題 就投票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先看一下投票結果 看看我跟你們有沒有代溝啊 你看這有十個問題 這第十個問題呢 是一個問號 他們說這是一個終極問題 我也不知道吃啥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答上來 但是不要緊 大家都知道參考答案有一個套路 就是當出題的人不跪的時候 就寫一個略 這招特別適合我 因為它的名字叫略琴 但這九個問題 就也挺有意思的 你們看 選專業 選熱門還是選熱愛 哎呀 唯一一個選熱門的朋友 要舍戰群儒了嗎 一會兒 還有一個問題啊 上班了 選高薪還是選高興 還是一比二十九的關係 有二十九個人選了高興 只有一個人選了高興 我們來問一下那一個人 來我看看你在哪裡 這個妹妹 為什麼別人都選高興 而你選了高興呢 最近不是有一個表情包嗎 就是說我一出來打工的 我不惦記錢 我惦記什麼 而且我覺得搞錢本身 就是一件很高興的事 哎呀 我看你確實挺有發家致富的潛質 也有道理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這些問題啊 都是選哪一邊 我都很就想同意你 因為我工作的時候 我也不會想著我要不要高興 因為不工作的時候最高興 確實我看了你們的這個選擇啊 我覺得就雖然新的年輕人 和我們這些老的年輕人之間 有一些差異 但是我覺得在十七八歲的時候 經歷的那個迷茫是一樣的 我像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這些問題我也想問 但也沒有人告訴我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 可以刷知乎 可以嗎這句 這是我真情實感的 我當時覺得我要有一個知乎 天天看著 我也不會那麼的迷茫 那導演跟我說 今天讓我分享一些 過來人的經驗 其實我也不算啥過來人 我打車過來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針對在座各位 以及全網對我發起提問的年輕人們 正式開始我今天的答辯 首先第一個問題啊 就是高考志願填報三連問的 第一個小問 填志願 選大學還是選專業 哎呀 這個問題真的 朋友們 在知乎上吵得不可開交 然後上來就讓我回答這個 我真的覺得 今天我可能下不去這個台 非常的慌張 那我說一下我的看法啊 一般會問到填志願 選大學還是選專業 這個問題的 大概率是你這個分數呢 夠上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有名的大學的一般專業 和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有名的大學的 非常熱門的好專業 你要是說那種啊 北京大學的某冷門專業 和鐵嶺大學的金融專業 你就不用問這個問題了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你在考大學之前 你就有個堅定的興趣 那你就選這個興趣 我們現在就只考慮就業問題 跟幾種情況 第一種 如果你的分數能上非常頂尖的大學 首先你要想好 你未來想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你如果想 我這輩子我的夢想 就是當一個程序员 我為了上一個好學校 我去北大學考古了 你怎麼當程序员啊 對吧 我覺得如果你是真的有一個既定的 這種對專業要求極強的工作目標 那在這兩種情況下 我是覺得選那個專業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你想從事的工作 對專業的限制和要求不那麼多 那我覺得你可以優先選學校 比如說我有很多做廣告文案的朋友 他們專業出身啥都有 有學歷史的 有學法律的 有學社會學的 有學生物的甚至 包括我現在 那大家也只記得我是北大的 他們根本就不在乎我到底是學新聞的 還是學廣告的 這兩個專業可能在他們的眼中沒有任何的區別 那這種情況你就選一個好學校 所以你要明確一下 你到底想從事哪類工種 這個在你報紙院之前你是要想好的 它有沒有嚴格的專業限制 那第二種情況 如果你的分數上不了特別頂尖的大學 那我還是建議你選專業 因為它的大學品牌的加成沒有那麼大 所以說學一個合適的專業比較重要 而且那種普通大學排名波動相對來說比較頻繁 你可以選擇一個排名稍微靠後的大學 然後等這個大學自己努力排到前面 總而言之呢 我不管你是能考600多分 還是能考400多分 我都建議你先考慮一下自己的未來的就業傾向 然後你再決定什麼學校和什麼專業 當然了咱們這個 今天說的選擇都是比較世俗的 從個人找工作的角度來說的 那如果說你的角度就是是為人類文明做貢獻啥的 就是你還是按照你自己的那種熱愛去說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非常極端的情況 比如說你是有家業要繼承啊什麼的 哎呀那我建議你還是考一個好大學吧 這樣你到時候你去繼任你爸董事長職位的時候 底下員工的掌聲可能會激烈一點 我們第二個小問題 還是一個填爆志願的就是挑大學選城市還是選學校 這個問題在職務上討論也非常非常的多 張學峰老師大家都知道吧 非常著名的就講這個問題的一位老師 我就是照他抄的這個答案啊 對於我個人來說呢就是在分數線差不多的情況下 肯定是要優先選城市的 比如說我能上一所北京的211 或者是我能上一個二三線城市的985 對我個人而言我肯定是優先選擇北京的 因為我的職業規劃是我要做傳媒相關的工作 那我在一個小城市上一個酒吧 我很難在當地找到實習 這個找到實習的難度相對來說比較大 因為小城市的工作機會比北京要少 然後競爭反而更激烈 都在搶這點的工作機會 而且你還有可能碰到一些在北京混得不打地 回到老家的人跟你搶這個機會 比如說我 是吧 那些鐵領的大學生們也沒有想到 李悅琴回來了 是不是 而且呢就是人生地不熟 你要是沒有人脈也會比較艱難 而且知乎網友說了一句 我覺得還挺有道理的話 他說高校的密集程度會帶來人才的匯集和流動 大城市相對來講說 你就比較容易遇到那種志同道合的人才 所以在我個人的理解中 大學階段選擇城市可能是一個更加合理的選擇 然後你後續的學業啊 實習經歷可能會更方便一些 這是一個非常務實的選擇 第三個小問題呢 哎呀 選專業選熱門還是選熱愛 我還是剛才那句話啊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真的對一個專業极其熱愛 並且你確定你真的了解這個專業 那你真的要選擇它 不論是什麼專業你就勇敢去追夢嘛 你畢竟人生只有一次 但是如果你沒有什麼特殊愛好的話 你就感覺我啥也不想幹 或者我幹啥都行 就像我當初一樣 那我建議你就是選擇一些 就業前景好的熱門專業 當然啊 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大家誤解很大 我就是什麼叫熱愛 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有的人 他就看幾本盜目筆記 他說我想學考古 我熱愛考古 如果你的愛好只停在這麼表層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三思 最可怕的就是你以為你熱愛他 但其實你根本不了解這個專業 等你選了之後你發現 理想和現實差距很大 到時候那你真是追悔莫及 所以選專業這件事情 它確實很重要 你應該提前了解思考 就不要學我 我當時選專業真的非常的草率 當時我們是先報志願後出分 然後勾完分 老師就大家去聊啊 說你要報什麼 還有各種招生組去 我去網吧打遊戲了 但是我那會兒做招生嘛 然後我就是肯定報北京大學呀 我當時我就想報中文系 老師說那個 中文系省庄園報了 人家勾650多分 遼寧省就錄一個 你看著辦吧 我說那算了吧 我說那這中文我肯定報不了了呀 那我再看文科專業還能報啥 文科專業當然都有啥呢 就是經濟學 我說經濟學為什麼算文科呢 還得算數學 我就高考完 我這輩子不想再看到數字了 雖然我不知道我熱愛什麼 但我知道我討厭什麼 經濟學直接就放棄了 然後還有啥 還有一個社會學 我說當時我上高中 我說啥是社會學呢 就是 我說我身邊人都挺社會的 我就研究他吧 然後我的同學 我這個人真的草率 我一個好朋友 他說我給你選好了 你就報新聞與傳播 我說為啥 他說你看你平時作文寫的挺好 你還愛爸爸 把你那些閒話都是你傳播的 你特別適合幹傳播學 將來你到時候幹新聞 幹廣告 寫稿 訪談啥都行 我一聽可以啊 是我擅長的 我稀里糊塗我就報了 但我當時根本就不懂 就是新聞學很多理論 是從社會學演變過來的 我當時 但是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 我上大學才知道這些事情 我就很後悔 就是 我為什麼沒有在知乎上查一查 真的後來我上了大學之後 我才在知乎上查 新聞傳播是幹啥的 新聞傳播怎麼就業 社會學怎麼就業 然後社會學有什麼用 我當時要是有知乎 我可能就選擇社會學了 因為通過學傳播學 我確實覺得社會學很有意思 而且我也很幸運地 沒有選到知乎上說的 那個四大天坑專業 至於這四個坑是啥 你們可以去知乎上看一看 我在這就不多說了 下一個問題啊 上大學多學習還是多實習 哎呀 這種問題啊 我真的很焦灑 因為這種問題 我沒有辦法給出一個標準答案 我沒有任何辦法 憑空給出建議 這個真的要看你的人生規劃 首先你是不是準備畢業就工作 還是準備畢業以後保研 或者出國讀書 或者考研 你要說你選擇畢業就工作 那你肯定是要多花時間去實習的 你要知道你這個行業 在社會上怎麼運轉 你的專業技能有哪些不足 你需要提升什麼 才能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實習就可以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了 你也不能為了實習 學習也不學了 你還是要穩住正常的水平的 你說你天天去實習 結果啥啥都掛科研避了 你知不就相當於算吧好了 发现沒煮饺子嘛 就啥用 对吧 但是如果說你打定主意 畢業之後要繼續讀書 那你肯定是要想好 你要學習好的 比如說你想保研 那你的成績得夠保研資格 你要想考研 你就得開始學習那些考研的 學科上的東西吧 你得做提 天天看書 對吧 真的是 你要做好選擇 你這個時候你就沒有必要說 我哇啦哇啦 每天都去實習了 還是成績是比較重要的 將來你走上學習道路了 深入研究你的領域了 争取多做一些成果 也是很有用的嘛 而且現在很多的這個 專業人士啊 科研人員 業界大大 他們不需要主動的去找一些什麼工作機會 那些社會上的工作機會都主動想跟他接觸 另外呢 就是我們選擇也實際一點啊 比如說你大一高數就考六十分 完了 老師怕你掛科還給你提高兩分平時成績 這時候說你要專注學術 將來研究數論 那我建議你還是調整一下人生規劃 你換一個別的領域 就趕緊找個實習 找個工作比較靠譜 總結一下啊 想工作 畢業就工作多實習 我有很多同學 他們就在各大互聯網公司實習 然後畢業之後就 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 還有那種就專心學術 一直考前幾名 人家順利的保研 還有就是直播 這都很順利 然後說到實習 你看我的運氣就很好啊 我人生第一份工作 也就是唯一份工作 就是在職務實習 你說你是不是得找一個有潛力的公司 現在公司靠自己努力上市的 所以也可以看出 比如說你現在找不到一個 直接的上市公司 你可以去看一個潛力股 你相信不了自己 你相信他吧 你們大概比我小個八九歲吧 你們比我們那個時候要聪明 你們獲取信息的渠道 比我們要豐富 上網多查一查 上知乎上多看一看 肯定比我當時 至少在信息處理上 要得心應手一點 所以上大學並不是一個結束 它是一個新的開始 下一個問題啊 畢業了 大城市一張床 還是小城市一間房 你們現在應該還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事兒 首先要看你的個人性格和意願 如果說你喜歡闖蕩 那喜歡不確定性 那你就在大城市打拼門 因為大城市確實 各種各樣的機會很多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安定 那你就在小城市里 安安穩穩地生活 那也有的人說 我就想安安穩穩地掙大錢 那你真的需要一張床 睡吧朋友 夢裡啥都有 其次呢 也要看個人能力和未來發展 你不能說 大城市一張床 還是小城市一間房 那兴許你一到社會 你就發現自己勉勉強強小城市一張床 那你還選啥呀 你去大城市只能睡橋洞了 再比如說 你要是能確定自己 在大城市開局就一張床 干兩年就一件房 再干兩年一套房 那你肯定得奮奮奮奮啊 但要是你覺得自己奮奮到頭了 頂多也就夠在大城市里 租一張大點的床 那你真的就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在小城市里舒舒服服買套房 日子過得也不錯 總而言之我是覺得 你先找准個人的定位 你要是定位不准 你就刷刷知乎 上面有很多過來人的經驗 講自己的生活情況 你就找那種和你自身條件 差不多的打主 看看他們現在生活怎麼樣 然後你再做出決定 千萬不要找那種 跟你的家庭背景 跟你的生長環境 跟你的學歷 你整個的條件 一点不一樣的人 你照他學能學出啥来 下一個啊 問題四 上班了 選高薪還是選高性 我覺得這個問題 你只能找到一個平衡點 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一個工作 你每天輕輕鬆鬆 隨便玩 一天工作三小時 你高興不 挺享受吧 完了告訴你 月薪450 不交五險一斤 你還高興嗎 再比如啊 有一個工作 每天12個小時 壓力老大了 你高興嗎 不高興 但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工作啊 每個月月薪一千萬 哎 你是不是覺得 沒有那麼難以接受了 所以你不可能找到一個 又每天上班 撒小时 又能月薪一千萬的工作 他哪有這種好事呢 成年人的世界里 永遠是權衡利弊的 他沒有一個罪幽解 然而 有一個學術名詞啊 一種罪幽 叫做 啪雷托罪幽 知道這個詞嗎 看看 显出我的學問來了吧 其實有很多有關選擇的問題 都可以簡化成這個經濟學模型 比如說高興指數和月薪指數 這倆可以說是負相關的 你很難找到一個 最高興還最挣錢的工作 但是你一定能找到 比我賺錢的 沒我高興 比我高興的 沒我賺錢 這樣的工作 這種工作就叫 啪雷托罪幽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無法再 不降低一個指數的前提下 提高另一個指數 這種選擇 就是優質的選擇 你在這樣的工作裡 根據自己的喜好 挑一個差不多的就行了 你別天天寫字 這個錢多事少離家 寄你全要了 那怎麼可能呢 這個模型啊 同時適應於生活中的很多場景 找對象也是一樣的 你不能指望你的對象 最帥最有才華 你找到那種 比他有才的 沒他帥 比他帥的 沒他有才的對象 就不錯了 如果有一天 你發現一個男生 比你對象帥 又比你對象有才 那也沒有關係 他肯定已經是 別人的對象了 你看啊 你以為經濟學 是研究GDP的 但其實它能解決 我們生活中的很多問題 所以說 多儲備點知識很重要 至少你說出 帕雷托最优 這種學術名詞的時候 還是很唬人的 要是沒聽懂的話 大家可以去知乎搜一搜 有不少經濟學 相關的回答 其實我也是來之間在上面現學的 第五題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的累 經常是因為惡性競爭 舉個例子 比如說有一條街上 你開個飯店 你對門也開個飯店 這條街上就你倆飯店 然後呢 附近總共一千人 每天來你們兩家 各五百人 你想多賺點錢 那那怎麼辦 你就決定降價 你就把所有的菜品打八折了 現在有八百人上你家吃飯 兩百人去他家吃飯 你雖然便宜了 幹的活也多了 但你確實比之前多賺了一點 但與此同時 你對門那家肯定不干了 你打八折 他打七折 誒 客人跑他家去了 你看你打七折 我能打六折嗎 那不夠成本了呀 我也只能打七折 好了 現在你倆都七折 你倆又一家五百人了 回到了最初的狀態 導致你們倆的 現在的菜品都便宜了 誒 客人沒變 收入還變少了 放到工作的語境中 菜品價格 就是你勞動時間的價格 比如說你跟老闆說 老闆我每天自願 多加班四個小時 有啥項目你就先給我 老闆肯定高興 那麼你就可能 多挣一點項目獎金 那你同事能干嗎 你同事一看 哎呀 你工作四個小時 我也開始加班 好了 你倆又回到了 同一起跑線上 每個人的工作時間都增長了 哎 講機也沒拿著 只有老闆非常開心 那麼解決這種問題 最理想的辦法 肯定是要避免這種競爭 但是我說實話 你放到實際環境裡啊 假如你的班上 它具有一個人 你的同事 天天加班四小時 你怎麼辦呢 如果你真的需要 這份工作和工資 你一時之間 還找不到別的工作 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適當融入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 脫離這樣的環境 那當然是趕緊跑了 對不對 再好不過了 又回到開飯店的問題上啊 要嘛你就跟對面說 咱倆要 都繼續開發一些好菜 把咱們美食一條街的名聲打響 別光伺候咱們這1000人了 你讓好幾里地以外的人 都知道咱們這好吃 都上咱們來吃飯來 增加總的客流量 第二種辦法 你就跟對面飯店說 你說咱倆家 就一人五百人挺好 咱倆就不要 非得惦記增加顧客 誰比誰多掙點錢了 落到工作中 那就是盡量 做提高總收益的有效努力 不要老在分蛋糕的時候去琢磨 怎麼把對方的蛋糕搶過來 而是大家一起努力 如何把蛋糕做大 那還有一種情況 那有的時候呢 蛋糕它就那麼大 上限在那了 你很難通過自身的努力 把它變得更大一點 那至少你可以選擇第二種策略 就大家呀 達成一致 每個人都佛系一點 咱們回歸生活 但具體情況 你看根據你的行業 你還是具體分析一下 如果說你是真實 不奮鬥不努力 你都吃不上飯了 那咱也沒招是吧 咱也只能干干活干活 下一個問題啊 30多了一定要結婚嗎 哎呀 當然不是了 你們難道 你們會不會覺得 30多了一定要結婚嗎 現在的年輕人們 問這種問題的有點奇怪 我倒是想30就結婚 那也沒有人跟我結呀 我想26就結婚 那沒人啊 我不害格 這一個人 天呀 這個事我说了算嗎 那不算呢 結婚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你要跟這個人朝夕相處 你要分這個人一半的資產 你們要共同孕育下一代 甚至他還擁有 你在手術台上昏迷不省時 決定你要不要繼續手術的權利 相當於你把你一半的命都給他了 你怎麼可能就因為 一個30這個數字 你就把命交出去了呢 对吧 就跟考試一樣 你說啊 有一道幾何題 你怎麼也算不出來了 完了還有兩分鐘就交卷了 你這著急啊 糊弄啊 你非得写個答案上去 這道題表達了 脚A的思想之情 廣義上來說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針對個人而言 沒有什麼事是一定要做的 你覺得要結婚 那你就結 你不願意結就不結 你就不要覺得說 別人都結婚 我不結婚 我顯得很奇怪 那不會 你自己的意願是最重要的 那30歲一過突然覺得 自己馬上結婚 嫁給誰都行 這種想法才是有點奇怪的 下一個問題啊 結婚了必須要生孩子嘛 這都誰提的問題 我好不容易把結婚 這個事解決了 現在開始解決生孩子的問題 上一道問題啊 看問一定不一定 這道題呢 問必須不必須 我覺得對於這種問題 沒有人能給你一個 是或不是的答案 所有關於人生選擇 你的價值觀 你的世界觀 你的人際關係 你關於生活的任何一個問題 沒有任何人能給你一個 完美的答案 也沒有人能考慮到 所有的情況 因為這世界上 太多種情況了 你說一種 就有那種完全相反的 我只能跟你講 我的人生 和我面臨的選擇 我做了選擇之後 經歷了什麼 如果你覺得你跟我很像 那你可以作為你的參考 如果你跟我的境遇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看看 另一種人的生活 是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揭示了知乎的意義 就是讓你看看 其他人的生活 其他人的選擇 你可能就會發現 這個世界上有其他的可能 知乎這個平台 最大的好處 它就在於 它讓你知道 不是所有的問題 都有是或不是 兩個答案 至於這個問題 我的看法和上一個問題 差不多 你生不生隨你 只要你不違法亂计 不違背道德 那沒有什麼事 是必須要做的 如果你們夫妻俩商量好了 都想要個孩子 並且確定 你們真的能抚養這個孩子 你真心地愛他 那你就可以要孩子 反之 如果我覺得你沒有準備好 你單純覺得 別人都生了 我也得生一個 或者是都說養兒防老 我也得防一个事實 那我建議你 再考慮考慮 如果你隨隨便便 生了一個孩子 你不怎麼愛他 你也不花精力培養他 你還等他給你防老 哪有這種好事 他肯定是啃老啊 老話說得好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你只有用愛 教育長大的孩子 還會回饋給你愛 我建議你們 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先考慮一下自己的意願 然後你上知乎 這個育兒板塊 可以看一看 有一些生了孩子 或準備生孩子服務 有什麼新的體會 了解一下 養孩子能給你 帶來什麼變化 哪些快樂 哪些實際問題 知乎還是很有用的 你去查一查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就焦慮於育兒的問題 雖然我現在 連個對象都沒有 但我每天都在思考 讓我的孩子 去哪個小學上學 然後我就去知乎 看了一圈 我就放棄了 還是決定先找對象 這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啊 有娃娜按頭學 還是敞開學 我在這兒 過完了我的一生 我26歲 我今天要在這兒 有沒有那個 就是那個死了之後 是選目的 還是養海里 這個問題 我今天在這兒 把我這輩子都過完啊 完了 我現在有娃了 朋友們 我現在已經有孩子了 這個問題 我在直播上 看了好多次啊 雞娃的 敞開養的都有 理論上來說 不停上培訓班的孩子 可以獲得一個好成績 但是放养的孩子 可以獲得一個 快樂的童年 這是理論上的啊 但事實上的大環境呢 是這樣的 就是別人都在上培訓班 而你在放养 你就是你家的养 成績下滑了 老师批評你 家長也着急 完了你就跟孩子鬧心 這個童年 未必快樂到哪裡去 所以实际情况上 這個答案最終變成了 不停上培訓班 你會收穫一個成績比較好 但是不快樂的孩子 你一直在玩 你會收穫一個成績不打地 但是不快樂的孩子 你現在的孩子壓力太大了 我就怎麼整都不快樂 而且就是水掌船高 別人都往死里學 你學不學吧 本來大家一天都學八小時 現在基本上一天 學十二個小時 排名還是沒有變化 但是堅持學八小時的孩子 叫對了 這個事我是覺得 你要量力而行 經濟學裡面還有一個詞 我又開始成經濟學的詞了 編輯受益 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應該知道了 你看我這知乎都沒白說啊 這都是個上學的 什麼叫編輯受益呢 就是說你投入越多 每投入一份精力的產出就越少 比如說你一開始偷懶 只學三小時每天 那你最後考試考二十五分 然後你正經了 你就開始學六小時每天 你進步了 考五十分 你看這不錯呀 那我要再翻倍我學十二個小時 是不是就能考一百分了呢 肯定不是吧 你就會發現你分數越提高 你到後面越難提 你付出同樣的時間 你收穫的那個分數的提升會越小 你可能就卡在八十多分 九十多分 你以後再付出幾個小時的努力 你考提不上去十分二十分 你就提一支一分兩分 這就說明 你補習的這個編輯手藝 已經到達極限了 可以收手了 雖然說你沒有辦法改變大環境 但你可以在這個大環境下 找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策略 你不能腦子一熱啊 說我們必須學十二個小時 那個說你學十二 我必須學十四個小時 提一分也是提 那不就完了嗎 你不能看 別人學我也得跟進 最近我們天天在看那個著名的電視劇 每天在寄娃 那孩子最後不就抑鬱了嗎 你這不得考慮一下 你孩子健康成長的問題嗎 這個一分兩分的編輯收益 和你孩子身心健康 你還是要做一個選擇的 下一個問題 爸媽老了多掙錢還是多陪伴 哎 這挺好 還沒得到我老了的問題 我的養的娃已經長大了現在 爸媽老了多掙錢還是多陪伴 我覺得這個啊 取決於你的家庭情況 和你父母的身體情況 怎麼說呢 比如說你的父母 雖然可能年紀也不小了啊 但是身體特別好 每天喝酒唱歌跳廣場舞 大排 業餘生活比你豐富多了 你這個陪伴有可能是個負面作用 你以為你在這盡孝呢 你媽表面笑嘻嘻 內心覺得你耽誤自己蹦迪 在這種情況下 不干涉父母的生活 也不耽誤自己的事業 適度陪伴即可 陪伴多了他可能煩你 錢還是要掙的 你把經濟技術打好 到時候身體真的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能給他們提供足夠好的醫療條件 我覺得這其實是對父母 非常負責任的一種愛 你也別天天地吃住在家裡 你也不出去找工作 你說你給這陪伴父母 你實際上那就叫啃老 在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前提下 你又發現父母真的需要陪伴的時候 那你可以在能做到的範圍內 你少加點班 多陪陪父母 這叫孝順 畢竟你掙錢的機會 往往隨著時間的發展會越來越多 但是你陪伴父母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發展越來越少 這方面呢 我在知乎上看過很多的這種故事 很多打主 在失去了陪伴父母的機會之後 才開始追悔莫及 沒有做到生活中的一些小細節 所以多聽聽過代人的經驗 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將來你可能才不會後悔 哎呀 我現在落了整個人生 第十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做一下升华了 提一個關於人生的終極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明天中午吃點啥 沒有想到吧 這個生活就是處處充滿了驚喜 我們剛才隶屬了高考 結婚 生娃 養老 這些構成了大部分人的成人世界 也都是大家這一生 無法迴避的重大選擇 然而我們有的是時間去思考 也總會有像我這樣的 他愛管閒事的人 過來給你分享經驗 那你呢 也可以隨時去知乎 看到這些過來人的答案 我知道最近 你們這些新的年輕人 要開始面對高考志願填爆了 這可能是人生第一次 有自主選擇權的大事 相信很多人都會猶豫啊 糾結啊 你們就不用問我該怎麼辦了 我在上面強調很多次了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內心想到的是什麼 第二去知乎看一看 別人是怎麼做的 別人有什麼樣的經驗 你有一個參考 這樣你心裡就有底了 對不對 但是關於這個問題 就很難回答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一生每天 都要面臨的問題 那也是我們其實此刻 當下最需要考慮的問題 就你打算立即付出十件的 每一件小事 你感覺提到人生理想 都感覺很遙遠很宏大 但是你將它拆解開來 無非就是一個下一頓吃點啥 在哪吃 和誰吃 怎麼才能吃得更好 所以我們不如先把明天中午吃點啥 這個問題想好 然後你踏踏實地走好每一步 相信大家都能夠平穩度過 每一個人生中的艰難選擇 謝謝大家 我是明天中午準備吃鍋包肉的答辯人李雪芹 我的答辯到此結束 以上 謝謝